我是佩佩豬 这是我弟弟乔治 这是妈妈豬 这是爸爸豬 我们就开始了 今天播出彩水康 今天是下雨天 所以佩佩和乔治不能出去玩 爸爸 雨停了 我们可以出去玩吗 好吧 你们去吧 佩佩喜欢在水坑里跳 我好喜欢跳水坑 佩佩 你想在水坑里跳就要穿雨鞋 是的 妈咪 乔治也喜欢在水坑里跳 乔治 如果你想要在水坑里跳的话 就要穿雨鞋哦 佩佩会照顾他的小弟弟乔治 乔治 我们去找边的水坑 佩佩佩 佩佩和乔治玩得好高兴啊 佩佩找到一个小水坑 乔治找到一个大水坑 乔治 乔治 你看 那里有个好大的水坑 乔治想先跳进大水坑 等一下 乔治 我来看看会不会太深 很好 不深 你可以来玩 对不起 乔治 只是你吧而已 佩佩佩和乔治 好喜欢在水坑里跳 走吧 乔治 我们去给宝宝看 我的天呐 爸爸 爸爸 你猜我们在做什么 我来想想看 你们在看电视 不对啦 爸爸 你们刚刚洗过澡 哈哈哈哈 不对 我知道了 你们去跳泥巴坑 对啊 对啊 爸爸 我们去跳泥巴坑 呵呵呵 看你们弄得这么脏 哦 没关系 反正只是泥巴 快弄干净 才不会被妈妈骂 爸爸 等我们弄干净 你跟妈咪也一起来玩好吗 好啊 我们一起到院子里玩 佩佩和乔治穿上了雨鞋 爸爸和妈妈也穿上雨鞋 佩佩喜欢在水坑里跳啊跳的 每个人不喜欢在水坑里跳啊跳的 哈哈哈哈 Зд 哈哈哈 哦… 爸爸猪 你看你 好脏哦 只是你爸而已嘛 我是佩佩豬 这是我弟弟乔治 这是妈妈豬 这是爸爸豬 老公就开始咯 今天播出恐龙先生不见了 乔治最喜欢的玩具是恐龙先生 恐龙 乔治好喜欢恐龙先生 有时候乔治会拿恐龙先生来吓佩佩 好可怕 吃饭的时候 恐龙先生坐在乔治旁边 怎么可以这样 乔治 打嗝的是你还是恐龙先生 恐龙 洗澡的时候 乔治和恐龙先生一起洗 晚安喽 佩佩 晚安妈咪 晚安乔治 晚安恐龙先生 睡觉的时候 恐龙先生和乔治一起盖着被子 乔治最喜欢的游戏 就是把恐龙先生丢到空中 然后在他掉下来的时候接住它 你看 欲勒 佩佩和爸爸在下棋 我赢了爸爸 却赳你真厉害 乔治 乔治啊 你怎么了 乔治 你是不是把恐龙先生弄丢了 乔治 把恐龙先生弄丢了 别担心 乔治 我们会找到恐龙先生的 这是侦探的工作 爸爸 什么是侦探 侦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他很会找东西 我 我 我很会找东西 好 让佩佩来当侦探 乔治 我是侦探 我来帮你找恐龙先生 侦探应该先问乔治一些简单的问题 乔治 恐龙先生在哪里 乔治不知道恐龙先生在哪里 侦探可以猜猜看恐龙先生可能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 我知道他在哪里 乔治每次都跟恐龙先生一起洗澡 所以恐龙先生在浴缸里 恐龙先生不在浴缸里 哦 我知道 我知道恐龙先生在哪里 乔治每天都跟恐龙先生一起睡觉 所以他在床上 恐龙先生不在乔治的床上 哦 也许我们可以到院子去找 对 院子 我也想到院子找 恐龙先生在哪里呀 恐龙先生好难找啊 哦 到处都找不到恐龙先生 好难找到恐龙先生 超智 你很喜欢把恐龙先生丢到空中 会不会这次你把他丢得太高了 在那里 他在那里 是我先看到的 你好厉害哦 佩佩 你真的是个好侦探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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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龙 找到了恐龙先生 乔治好高兴 以后不要在树下玩恐龙比较好哦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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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点 gospel 我是佩佩猪 这是我弟弟乔治 这是妈妈猪 这是爸爸猪 stam红猪开始了 今天播出好朋友 佩佩在等她最好的朋友苏西洋 你好苏西 你好佩佩 苏西是来跟佩佩一起玩的 佩佩喜欢苏西 苏西也喜欢佩佩 她们是最好的朋友 佩佩 你和苏西到房间去玩好了 好啊 妈咪 乔治也想玩 佩佩和苏西喜欢在佩佩的房间玩 乔治也是 不行 乔治 这是大女生玩的游戏 去玩你自己的玩具 佩佩和苏西想要自己玩 我是一个仙女小公主 我会一会儿我的魔杖 你就变成青蛙了 乔治不喜欢一个人玩 乔治也想一起玩 不行 乔治 我在跟苏西玩 你去别的地方玩 乔治想要和佩佩一起玩 她觉得好寂寞 乔治 你来帮忙好不好 我要做巧克力碎片饼干 请你帮我把碗舔干净 乔治喜欢帮忙妈咪做饼干 可是她更想和佩佩一起玩 我要当护士 我要当医生 那谁要当生病的人 乔治 佩佩和苏西喜欢玩医生护士的游戏 乔治也是 佩佩学医生的样子 乔治 深呼吸一下 然后咳嗽 你的心好像有点松了 我帮你贴个OK蹦 请把嘴张开 苏西替乔治量体温 天啊 你发高烧了 你要在床上休息三年才行 爸爸猪来找乔治 糟糕 乔治怎么了 爸爸 我们只是在玩游戏 乔治是我们的病人 原来如此 我可以来探病吗 只能一下下 病人需要休息 饼干 这是给乔治吃的 这是他的药 吃了病就会好 对不起 医生 我肚子痛 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好痒喔 好痒喔 我听到你的肚子咕咕叫 你是肚子饿了 爸爸 那我要吃很多的饼干才会好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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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 我是飞飞猪 喜剑 這是我弟弟喬治 這是媽媽豬 這是爸爸豬 粉紅豬開始囉 今天播出玻璃鸚鵡 佩佩他們一家人去探望爺爺豬和奶奶豬 爺爺豬 奶奶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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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好啊 小寶貝 快進來 屋裡有新東西喔 是什麼 我們養了新的寵物 你們猜得到是什麼嗎 恐龍 不 它不是恐龍 快進來看看 爺爺豬和奶奶豬養了一隻鸚鵡 佩佩 喬治 這是我們養的鸚鵡 它叫做玻璃 漂亮的玻璃 漂亮的玻璃 我是聰明的鸚鵡 我是聰明的鸚鵡 媽咪 為什麼奶奶說什麼玻璃都會學它 鸚鵡會學人講話呀 你看喔 你好 玻璃 你好 玻璃 好可愛的鸚鵡喔 好可愛的鸚鵡 下午茶時間到了 大家來喝茶 佩佩 喬治 快來啊 有巧克力蛋糕喔 來了 奶奶 佩佩和喬治喜歡吃巧克力蛋糕 可是今天他們急著想回去跟玻璃鸚鵡玩 吃完了 你們吃得好大聲喔 奶奶 我們可不可以去找玻璃鸚鵡玩呢 你們已經把蛋糕都吃完了 好 去吧 萬歲 喬治 你去跟玻璃說話 喬治有點害羞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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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佩和喬治真的好喜歡跟玻璃鸚鵡玩 我是佩佩豬 我是佩佩豬 喬治 說話 佩佩和乔治也假装是英女 我是玻璃鸚 佩佩想到了别的话 跟玻璃鸚鸚说 我是很吵的鸚鸚 我是很吵的鸚鸚 佩佩 乔治 你们有没有跟玻璃玩呢 有啊 奶奶 玻璃是一只好乖的鸚鸚 是啊 奶奶 我是聪明的鸚鸚 我是很吵的鸚鸚 我是很吵的鸚鸚 我的天哪 啊 啊 啊 我是佩佩豬 这是我弟弟乔治 这是妈妈猪 这是爸爸猪 粉红猪开始咯 今天播出猪迷藏 佩佩和乔治在玩捉迷藏 现在轮到乔治去躲了 他必须在佩佩数到十之前 赶快找地方躲起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乔治正好在时间到的时候 找到了地方 十 躲好了没有 我来了 佩佩要去找乔治躲在哪里 找到你了 佩佩找到了乔治 乔治 我一下子就看到你了 现在轮到佩佩去躲了 一 五 三 我来帮乔治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了 乔治 张开眼睛 乔治必须找到佩佩躲在哪里 佩佩没有躲在桌子底下 乔治 你有没有想过到楼上去找 佩佩没有躲在窗底下 那是什么奇怪的声音 佩佩没有躲在窗帘后面 奇怪的声音又来了 那是什么 乔治找到佩佩躲的地方了 乔治找到我了 正在轮到宝宝去躲 我看再让乔治躲一次好了 可是乔治他不太会躲耶 我想乔治这一次会比较好 闭上眼睛 开始数吧 一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躲好了没有 我来咯 乔治没有躲在桌子底下 乔治他每次都躲在这里啊 你有没有想过到楼上去找 我知道他在哪里 乔治一定躲在玩具栏里 乔治一定躲在玩具栏里 乔治没有在玩具栏里 他会在哪里呢 佩佩佩 佩佩到处都找不到乔治 爸爸 我到处都找不到乔治 奇怪 他会躲在哪里呢 乔治 报纸里好像有乔治的消息哦 乔治 我找到你了 乔治 你躲在那个地方还真不错啊 乔治 乔治 乔治一直都躲在爸爸的报纸里 乔治 我是佩佩猪 这是我弟弟乔治 这是妈妈猪 这是爸爸猪 粉红猪开始咯 今天播出上学去 佩佩和乔治要去上学 今天是乔治第一天上学 乔治 你要去上学高兴吗 爸爸 乔治跟我去上学会不会太小啊 没有关系 佩佩 有你和恐龙先生陪着他 我有恐龙 可是我想跟大小孩一起玩 不要跟乔治他的玩具恐龙玩 糟糕 佩佩不想让乔治跟他一起上学 到了 爸爸 乔治他真的够大了吗 他可以了 好吧 他可以来 再见 凌羊太太在学校里照顾小朋友 大家好 这个是我弟弟 乔治 你好啊 乔治 我希望也有像乔治这样的弟弟 真的吗 你好 我是丹尼狗 那是恐龙吗 只是个玩具恐龙 恐龙 帅呆了 恐龙 恐龙 恐龙好可怕哦 哇哦 帅呆了 乔治是我的弟弟 他帅呆了 佩佩为他的弟弟感到光荣 我们现在来教乔治怎么画画 乔治他不太会画画 你可以教他啊 你可以教他啊 好 我会画画 我来教他怎么样画画 乔治 乔治 来吧 今天姐姐要教你怎么画画 来 先画一个大圈圈 不对啦 乔治 不是那个颜色 现在画花的花板 不对 乔治 不是那个形状 现在画花梗 还有椰子 画好了 乔治 你都画错了啦 你们画了些什么呢 我画了一朵花 佩佩 你画得真好 乔治画了一只恐龙啊 哇哦 帅呆了 我们把乔治和佩佩的图画贴在墙上 好棒 有乔治这样的弟弟 你一定很高兴 是啊 回家的时候到了 家长们都来接小朋友回家 下次乔治还可以来吗 可以呀 他可以再画一张漂亮的画 乔治 乔治 下一次你要画什么呢 恐龙 还是画恐龙啊 也许你可以教我们怎么样画恐龙 哇哦 帅呆了 是啊 帅呆了 帅呆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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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